这期跟大家分享身上弊点的四颗痣 首先第一个是脚后跟长痣 那么脚后跟痣要分好坏及凶 一般来讲长在脚心的痣大多数是极痣 脚底板长痣是极痣 代表福气和财气 如果是一个人脚后跟长痣的话 在相学当中称为晦气痣 长有此痣的人一般诸事不顺 而且走路像采的晦气一般 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成功都非常的艰难 每逢关键的时候容易掉链子 一直都比较坎坷 身边总是麻烦不断 容易莫名其妙的得罪人 也容易遭小人的陷害 最好是将其点掉 那么第二个是弹中长痣 弹中是弹中穴 是在两个胸口之间正中的部位 如果辞助长痣的话 这种人大多数心胸比较狭窄 喜欢斤斤计较 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跟人家纠缠不清 缺乏包容之心 人际关系也一般 经常容易跟人发生这种摩擦和纠纷 也经常会遭到误解和陷害 而且所谓凶辱大志 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 私心也比较重 志向不大 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不顾他人 容易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感情运势也不佳 那么正缘会来的比较晚 婚后生活也特别艰难 还是及时要点掉这颗弹中痣 两胸正中间的痣 第三个是风腐穴到大锥之间长痣 这是弹中痣 这个图片当中是弹中痣 风腐穴和大锥之间的痣 我们说这个是后脖的正中间的位置 如果此处长痣的话 称为靠山痣 也称为苦情痣 长有此痣的人一般的贵人运非常好 学习能力非常强 做事非常的踏实 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绩 而且为人非常的低调 平时不显山不漏水 是那种隐形富豪 脖子后面的痣叫靠山痣 不过这种人大多数内心比较贪婪 喜欢贪小便宜容易遭人嫌弃 而且做事以以孤行 虽然比较痴情和专一 但是在感情路上一直是非常不顺 女人有此痣感情不长久 男人有此痣有才难发挥 还是蹭草点调为好 这颗痣叫俱妇痣 也叫靠山痣 一般人很难承载得住 所以一般人建议还是点调 有些不利姻缘 第四个是右手的手臂 或者手的背面有痣 如果是右手手背上长痣 这个痣称为败财痣 将有此痣的人 我们说刚好相反的话 手掌中心正面明堂的位置 长痣叫抓财痣 相反的在手背叫败财痣 那么一般的比较有才华 还有艺术方面的天赋 但是花钱没有规划 挣钱快 花钱也快 这个钱财是左手进右手出 没有理财的意识 如果是右手的小臂上面 外侧长痣 当然图片当中是内侧长痣 那么如果是相反外侧长痣的话 被称为多情痣 正如此痣的人一般烂桃花比较多 为人也比较多情和花心 虽然受到欢迎 但是感情一直不顺利 如果是右手臂 手臂的臂弯外侧长痣的话 这个痣叫运腮痣 阻腮的腮 那么或者是叫运色痣 主色的色 那么长远此痣的人一般 思考力不足 而且体弱多病 一生多败少成 非常的坎坷 建议还是点调为好 这个图片当中是内侧 我们说的是外侧的痣 手臂外侧的痣 手臂外侧的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